好的 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竞赛单元 才艺五节 我们来看一下才艺五节的比赛规则 才艺五节由进入本竞赛单元的五位选手 随机选择未进入本竞赛单元的任何一位选手 进行才艺比拼 并由全体选手对双方进行一次性比拼打分 得分高的前五位选手将由评委评议出 才艺五节优秀奖一个 本竞赛单元得分排名前四名的选手 将进入下一竞赛单元 好 来 有请主考官 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中医 有五志之说 喜 怒 悲 思 恐 它实际上就讲了人的五种情绪 那么中医呢 经常会强调要做好情绪管理 情绪如果管理不好的话 对人的健康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五节 目前的情绪我看都很好 因为从六强进入到了五强 那么接下来呢 每一位选手都会给你们配 一个跟你们之间进行较量的对手 黄菲菲 你现在的分数421分 由你率先来进行选择 滚动开始 88 杨娜 现在排名第二的是贝丹尼 滚动开始 89 修万斯 第三位是299分的黑豹 滚动开始 47 小月 好 现在是第四位的 297分的戴天乐 滚动开始 97 梁宇龙 现在主在第五位的 240分的阿易波塔 滚动开始 23号 崔志倩 好 我们几位选手都接队成功了 你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红色点赞的是 站在擂台的五位选手的 绿色点赞的是 比拼对手的 现在排名处在第一位的是 421分的黄菲菲 有请黄菲 这一对选手 从明天起 作为一个幸福的人 为麻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惯醒适量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这 哎呀 等一下 等一下 最后一句 念给我们听 来 看着评委念 莫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虔诚 愿你有情人 封身全身 有请咱们杨娜 鼻子很大 隔子很高 皮肤很白 我是老外 我把肚子都好笑 那我来中国 一边学习 一边吃面酒 整个城市的人 包装到飞机场 心里很多 来中国 来 请场上的选手 为两位表演的朋友 点赞 红色的 点给黄维辉 绿色的 点给杨娜 黄维辉获得36的点赞 杨娜获得了42个点赞 胜出者是杨娜 那么我们杨娜呢 也获得了参加 才艺舞节优秀奖的 评选资格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排名第二的 贝丹尼这一组 有请 这无穷于衷 谁能看得透 不知不觉中 已经远走 在那风平浪洁的 小夜南流涌动 我已经深陷迷途 狂奔向你 竟已无反顾 接下来 秀万斯 小板一打 点不一点啊 我这个节目就叫点 咱们要说点 这个诠释点 每句话里都有点 像如今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好了点 手里这个票也多了点 祝大家 祝大家 吉祥如意 欣赏 世上 何家欢乐 小日子过得 永远 开心 来 请场上的选手 为两位表演的朋友 点赞 贝丹尼 贝丹尼红色的赞 秀万斯是绿色的赞 贝丹尼获得了18个赞 秀万斯获得了75个赞 胜术者是秀万斯 现在我们到了第三位的黑豹 这一组选手 有请 在前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在前我的烦恼不再孤单 在前我的懦弱不再孤喊 Now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在无尽的黑夜 所有都快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 也为你而感动 原来黎明的起点 就在我的心里面 只要我还有梦 就会看到彩虹 接下来小月 就会看到彩虹 那边河 上渡河的车角 春阳 来 请场上的选手 为两位表演的朋友点赞 红色给黑豹 绿色给小岳 有三十五位为黑豹点赞 五十五位为小岳点赞 胜出者是小岳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组 《戴天乐》这一组有请 一双眼的眼睛 在我脑海里 你的声音 挥散不住 握你的双手 跟着你的温柔 真的有点早不过去 你的天真 我想珍惜 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 就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也许有天会轻护自己 想念着让自己哭和自己 爱上你是我情非的意 爱上你是我情非的意 接下来 梁玉龙 好 真的 我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各位给你们的点赞情况 红赞给我们的天乐 绿赞给玉龙 天乐获得了54个点赞 玉龙获得了40个点赞 天乐胜出 那么天乐呢也有机会参加 才艺舞节优秀奖的评选 好 那么最后这一组呢 就是阿易波他的有请 铺上的鸟儿成窗队 与水青山来宵夜 你我豹的鸟鸟鸟 一双鸟在人间 接下来 吹至线 是谁带来远古的佛华 是谁留下千年的情谈 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 还是那就有无闹 黄黄黄的卷 我看见一朵山 我看见一朵山传 你我再闪开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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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闪开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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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点赞 我们点赞 红色给阿易波塔 绿色给我们崔志宪 阿易波塔43票 崔志宪52票 崔志宪胜胜出 这五位选手到台上来 我其实对这个戴天乐 还有这个王子 印象都比较深 我们这个王子 这个天津快板不好打 而且说这个儿化音带点 这是北京的这个儿化音 别说一个外国朋友 就是中国不是北京的外地人 说这个儿化音说得很好 也很难 所以说你这个其实 很有这个中国传统的曲艺的代表性 这个天乐是因为吉他弹得很好 而且乐感很好 歌曲的表达最完整 说一下那个叫黄飞飞是吧 犯错误 你不是第一个 对吧 你看咱们前几场也有人 中间忘了断了 别急 你知道吗 不就面朝大海春脑花 还没想起来吗 接着往下 哪想起来就往哪读 知道吧 这是一个技巧问题 那我们现在三位 要商讨一下 最后要决定一位选手 颁发这个牌子 3 2 1 你们终于的这名选手是 戴天乐 祝货你 接下来高老师告诉我理由 这个天乐我们认为好 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弹吉他 尤其是吉他弹唱 这个左手的这个把位和右手的这个弹这个节奏 其实是你完全无暇顾忌的 那他不到一定的熟练程度 一个乐器是不可以操作这么熟练的 因为都在紧张的情况下 我非常清楚 他聪明的是选了一首 大家年轻人都非常熟悉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 所以说在你们五个表演里 我觉得我们一致认为 天乐会给未来有更多的期待的一个选手 好的 那我们才艺舞节之后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排名情况 排在第一的依然是黄飞飞457分 排在第二的是戴天乐351分 排在第三的是黑豹334分 排在第四的是贝丹尼333分 排在第五的是爱伊波塔283分